根据外媒IT之家The Information 报道 有知情人士消息透露 微软计划在11月14号举行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 推出首款专位支援人工智慧而设计的晶片 预料将与辉达顶级AI处理器H100竞争 没有问题我们正在中央大型的平台 新型的AI 会改变每个市场 我们现在有新的超级力 我们有计划软件给予我们批评性的能力 我们有计划软件给予我们更多知识 这款客制化晶片主要用于资料中心的人工智慧加速 已经由微软和合作伙伴OpenAI团队秘密测试 先前媒体报道 微软AI晶片可能采用台积电5奈米制程打造 用于提升微软旗下生产力应用程式的AI功能 微软也试图透过自家晶片节省大量全本 Ai晶片市场正蓬勃发展 不让NVIDIA专门于钱 亚马逊打造AI晶片Inference Google则研发Tensor晶片并加速迈入投产 微软如果成功研发出AI晶片 科技巨头的人工智慧竞赛将更加白热化 新唐人亚大电视程会莫省为童 詹莉报道 Goog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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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's going to transfer